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贸易逆差不小 去年由台湾统计的,对中国大陆出口是1889.1亿美元 进口是475.3亿美元 台湾的顺差高达1047.4亿美元 不过中国统计的2020年,两岸进出口数字又不太一样 2021年,中国对台湾的进口是2500亿美元 成长了24.7% 对台湾出口是783.6亿美元 台湾对中国的顺差高达1716.2亿美元 不管是两边统计的数据方式又有什么差别 整体上还是中国进口台湾的东西比较多 去年对中出口的1889.1亿美元当中 半导体为主的电子零组件出口达到了1043.4亿美元 占到了55% 再把自通信产品的194.9亿美元加上去 这个比重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二 从这个结构来看 中国大陆出口的商品当中必须需要一些关键的零组件 在这方面中国大陆是更需要台湾的 其他原因很好理解 主要是自身的消费非常需要 2021年中国出口排名企业大家看到有这么多单位 他们的出口额是以人民币为计算的 第一名是富士康郑州 第二名是广达电脑 第三名是华为中单公司 第四名是富士康深圳 第五名是富士康成都 第六名是中国石化 第七名是昌硕科技 第八名 深圳华为分公司 第九名 明硕电脑 第十名 中国石油 这前十名当中 台资企业占了多少呢 我不用说了 光富士康就三家 这还不算其他的 唯独中石化 中石油这类的资源型企业 不依赖台湾 但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现象那就是 中国所出口的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大多数的零组件 以及芯片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台湾的 这方面很多大陆人都已经忽略了 我们大陆人是不是有这种观点 那就是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市场 台湾极其依赖我们 其实任何的贸易都是相互依存的 大家在其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不存在谁完全依赖谁的关系 硬要说依赖 至少大陆的出口是很难离开台湾的 所以不要再说制裁台湾芯片之类的话了 不可能 也不存在讨论的价值 之前商务部仅仅对天然沙 以及农副产品限制 其实这些短时间是会产生影响的 长时间来看 效果也一般般 随着大家关注度的逐渐降低 制裁或者限制都会悄悄的放松 这要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供需关系 又没有哪一方严重发生变化 另外 咱们都知道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国 全世界约60%左右的芯片 让中国人给买了 去年在全世界花了4.325亿美元 但芯片这一项 也是中国进口额度最高的商品 其中 台湾就占到了34.7% 大白话就是 您在这个世界上 每买三张芯片 就一张来自台湾 如果 咱中国大陆完全不进口台湾的芯片 基本上中国整个电子产业会面临崩溃 那么很自然的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既然进口台湾的芯片这么多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取代台湾 满足自己的芯片需求呢 说实话 即使台湾停滞几年不发展 芯片我们也追不上 目前谈不上取代 可能这话挺打击人的 但非常实在 问啥呢 很简单 有钱没用 第一 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环境 也就是造芯片 不管是造多大的 没有国际合作 就等于闭门造车 你造出来也没用 没人会承认的 前提是基本上是造不出来更小级别的 第二 我们的思想目前还不成熟 总想着靠芯片圈钱 弄个公司 骗国家的补助 其实谁不知道谁呢 简单说一下就是 目前在中国大陆 一些芯片企业 一切向前看 几乎没有例外 有例外的 那只能是情怀了 第三 人家张忠谋 说大陆至少还有五年 才能追上台湾 其实是客气话 人家知道目前大陆芯片处于什么状况 所以根本不会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他所说的五年差距 小周想问专家们 真的是有五年差距吗 28纳米量产和3纳米量产差距到底是几年呢 我真想知道 第四 全世界就出了一个台积电 没有第二个台积电 实际上 看一下集成电路的代工业 它除了有三大因素以外 还有另外第四个因素 这三个因素是资金秘籍 人才秘籍 更重要的是技术秘籍 需要长久的技术积累 如果只是复制别人 会被说是抄袭知识产权 会被告的 这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是慢慢积累的 第四个因素 大家一般都忽略了 代工业是一个服务性很强的行业 除了有人才 有技术 有资金以外 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体系 就像咱们去吃海底捞 它的服务特别好 饭店 你详细的研究研究 还可以复制一些 模仿一下 但是芯片企业是复制不来的 这是公司基因里面的东西 和环境造就的 所以想要复制一个台积电 可能性不大 但做个梦 创造一个新公司 超越台积电 可以瞬间实现 这是不是符合大家的逻辑呢 我想多数人都知道 我在开玩笑 在网上有人说 追上可能很困难 但可以灭掉啊 您看看 这都是什么思想 追不上 也不能灭掉人家 这不是霸道吗 小周想说 台积电 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毁掉 因为你毁掉的话 也只是外壳 人才永远毁不掉 摸都摸不着 针对于人才 小周想说 我们太虚悦了 中国大陆人才多不多 肯定多 但缺乏忠诚度 也就是大家有时候发展到一定阶段 安全感不足 钱能够管够你 但最后不一定是你的 有可能 您发挥了你的才能 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的身体健康 投身于研究和公司的发展中 最后 你什么也得不到保障 说没有就没有 所以 有忠诚度的人才 和个人私有财产 个人报酬 能得到安全保障的环境 是发展芯片产业 乃至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基础 没有这样的土壤 基本上都是坏基础上 盖高楼 结果可想而知 小周劝大家放弃追赶台湾的芯片 踏踏实实的 搞教育 搞人才 搞环境吧 把环境搞好了 人才留住了 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 会有好的进展的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